陆总 你是不是也太着急了 这嫂子没一天就回来了 你懂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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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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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好 卡 各位 咱们下清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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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辛苦了 谢谢大家 恭喜啊 郭导 少凯 杀金燕我就不去了 不行 杀金燕你怎么可以不去 我要回家找博言了 好吧 电影后期的事情 你就拜托郭导了 咱们有事情随时电话联系 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去吧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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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伯 我回来了 陆太太回来了 博言呢 陆总他 他怎么了 他脑袋被撞失忆了 好像是记不起这几个月 发生的事了 这什么三流小说的桥段啊 他没有创意了吧 你怎么了 头被撞了啊 我来看看 你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 你现在是我陆家的人 就得按照我陆家的规则走 这句话似曾相识啊 玩失忆是吧 本姑娘奉陪你 我们合约里有写 不许勾三搭四 昨天的情况 我不希望再发生 昨天 昨天 昨天那是在工作啊 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在酒吧里 跟异性把酒言欢是吧 如果昨天不是我及时赶到 你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酒吧 第三集的举办 还挺能演 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多久 我想起来了 陆先生 我们可是签过合约的 互不干涉私生活 你有你的规则 我有我的底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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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伙 还挺下功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进入我的房间 你到底有没有礼貌 陆伟爷你走路都不带生的吗 你就那么喜欢我的床是吧 你为什么要把东西搬走 你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要休息了 还不走 啊 你自找的 好你个陆伯爷 陆总 不会真的失忆了吧 怎么办啊 别慌什么 以我们这个剧的调性 和陆总的人设 我觉得 他不可能失忆 嗯 这一定又是编剧安排的套路 嗯 那我们试他一试 嗯 行 陪你玩到底 嗯 嗯 嗯 让我想想剧情 当时我在干嘛来着 对 我在写小书 哎呀不要 不要杀我呀 现在晚了 去死吧 没有想到 你居然是侦探 上钩了 几点了 不就十点吗 那你睡不睡呢 像我说你自己睡嘛 我还要创作呢 只有晚上才有灵感 忙着赶稿子呢 那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这样我才能安稳地入睡 我现在是角色代入 难道不行吗 去睡觉 我还带上 你选一个 还加戏 道具都准备了 我两个都不选 除非 要抱抱才能睡 苏简安你 哎呀 我哪有时间睡觉啊 明天还得交稿呢 你干嘛 你放手啊 哎呀 我的手被浇水黏住了 你 长夜漫漫 固承难眠 要不一块睡呀 我 你一个女人 我们可是签过合约的 对 无言哥哥 你不要走 跟我玩是吧 我看你能把持多久 臭萝卜 喂 你怎么会在我床上 干嘛呀 混都结了 不就睡一下嘛 做戏要做全套啊 哎 我们签过不能发生肉体接触的合约 哎呀 现在又有了 怎么办呢 我警告你啊 你别 憋什么呀 别控制不住你自己了 我 你干嘛来我房间洗澡啊 那你干嘛睡我床上呢 好看吗 好看 要不 拖给你看吧 哎呀 讨厌 当然要了 我 你这个女人 哎呀拖呀 赶紧拖 我还等着呢 要我先拖 喂 你别过来啊 哎呀 你害什么扫吗 老夫老妻了 你害害扫 波炎哥哥